謝謝 冰淇淋 好美喔 給妳 等一下 這是假的 這是假的 這是那個 這是那個玩具 真的 好像喔 老闆很幼稚 融化 我換錢 快吃 那我問妳 好好吃喔 而且它跟我們顏色好搭 我們衣服的顏色好搭 吃起來是牛奶口味 但是是藍色 對 老闆那個藍色的是什麼 藍色的話是清代 清代 不會很甜 粉紅色是草莓嗎 是甜菜根 甜菜根 沒吃過耶 好酷喔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 粉紅跟粉藍的搭配的點子 藍色跟粉紅色 都是我們這邊的植物 去萃取出來的 所以是非常天然的冰淇淋 對 都是天然的冰淇淋 藍色很少見 而且我覺得這個網美拍照打卡 拿起來 真的很繽紛耶 這個藍色加粉紅色 就是這種視覺跟這個 味覺都不一樣 對 來 再吃一口 Oh my God 節目一開始 就讓藍藍少女心攀發了 不得不說 這冰淇淋真的好吃 而且你知道嗎 清代在客家文化中 可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喔 到底是什麼呢 先讓我介紹 重要人物出場 左老師好 好 兩位小姐姐好 你好 我是藍藍 我是君君 妳好 今天我們要來學習藍染 對 就是我們這個 像這樣子的藍色 它其實是從一種植物 裡面去萃取出來的 植物就是藍色的嗎 這個植物本身它是 葉子是綠色的 對 但是它這種植物 它只要把它的這個 汁液萃取出來 然後接觸到空氣之後 氧化就會變成藍色 我們這邊最主要在種的 這個叫做山藍 山藍 就是種在山裡面的藍草 什麼嗎 在這兒 藍這個字呢 它在古代 其實最早它就是 意思是就是藍草 這種草它叫做藍 那我們以前這個青呢 其實是指藍這個顏色 然後藍是指草 所以說青出於藍 就是青這個顏色 是從藍這個草裡面 去萃取出來的 然後它的顏色 又比這個藍草的藍更漂亮 所以才叫做青出於藍 而更勝於藍 台灣早期有許多客家人 他們在山裡面開墾的時候 他們都會一邊開墾 然後一邊來摘種 這種藍草這個作物 它這個藍色本身 就是可以去防止一些 瘴氣等等 瘴氣 你說肚子瘴氣嗎 不是 是那種 森林裡面一種 我們接著不好的氣息 所以你接著 我有說青出 我也以為這麼生氣 趕快丟掉 那所以說這個早期的客家人 他們就喜歡穿著 這樣子藍染的衣服 在山裡面開墾 就會比較不容易生病 好的 那請問我們染的這個布 都是統一的布嗎 這是什麼布 對 我們現在手上拿的 這個都是天然的棉布 棉布 對 因為我們這種藍染 它這種顏色 它只能夠染在 天然的素材上面 所以說最主要就是 屬於棉或是麻 這種天然的植物的纖維 好 那我們今天要做 這個是綁渣染的部分 就是利用 我們現在做上這些工具 然後把布一部分把它夾起來 或是用綁起來 讓它不會接觸到我們的染液 那到時候我們把這些部分 把它拆開來 就會留下來圖案這樣子 所以它這個是為了要 寫現在它的圖案 那老師是不是綁起來的地方 就是白色的地方 對 沒有錯 這有關於我相親的信物 我覺得我要認真 對 而且我覺得這就是 就是你以為是這樣 可是做出來是另外一樣 這就是跟談戀愛一樣 是不是 就是 我還曾介在那種 可能幻想的地方 對 就你以為 幻想真的這樣 染出來 怎麼變這樣 就一定馬上就要 撲滅我的幻想 因為搞不好 搞不好染出來 就是比你本來想像的 還好看也是有可能 對 正能量 正面思考 那這個呢 這個不怪是 我覺得這個很美 對 這個其實那個非常的簡單 真的假的 對 我們就是 還是這樣揉一揉就可以 是不是揉一揉 對 揉一揉 但是我們揉的時候 亂揉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邊 因為有一邊 可能整個包在外面 就是它會有的 突然很深 突然很淺 所以我們要這樣平均地揉 被遮住的地方 就是會白色的 對 所以說我們這樣 包起來之後 我們再 就是然後用橡皮筋 給它稍微固定一下 去下去 但是它橡皮筋 不會有橡皮筋的線條 它會有 可是不會那麼明顯 不會那麼明顯 對 配合例如說 我例如說想要有一些小圈圈 我就稍微給它一圈圈包 弄一小圈圈起來 然後我們在 其他部分再給它 通通整個包起來 然後小圈圈給它 露在外面這樣子 對 就會有 怎麼會有一個小圈圈這樣子 那假如我們這樣子 時間會染多久 通常我們這個 我們大概會需要染 四到六次 然後我們一次到 我們染缸裡面 染大概會到 三到五分鐘左右這樣子 對 看我們那個當天 你想要染深一點 就染久一點 然後次數多一點 好啦 卓老師解說得非常清楚 相信觀眾朋友們都瞭解啦 跟卓老師學藍染 基礎一定要先打好 所以藍藍就先從染一塊布開始 沒想到他的動作看似簡單 其實很有技巧 除了要反覆練習 還要有超強的耐心 才有辦法完成喔 變漂亮 變美麗 變有錢 變漂亮 變美麗 變有錢 巫師啊 巫師 請把這世界上 喝的人都變旁邊 這樣我就最瘦了 好壞的願望 不好意思喔 我們今天就是 下一個受害者是誰啊 好 那我們下一個 就是我們的膽缸 好 下一個受害者 對 要把我們的布 對下去染色 你可以現在看到它底下有沒有 它布可以放在底下 一個綠綠的 對不對 有嗎 有啦 木綠色 對 木綠色的 那我們要放下去了嗎 可以 可以 放下去了 3 2 1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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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這樣按摩 綠色 綠色 你看綠色 綠色啊 老師我喜歡這個顏色 就這樣可以嗎 我可以這樣嗎 沒辦法 因為它一定會變藍色的 它開始變了一點 這藍綠很好看耶 好快喔 我們要下去給它 對 我們要下去給它染三分鐘 三分鐘 對 好冰喔 對啊 通常我們一個染缸用好了 我們只要 如果顏色不夠了 我們就加染料 然後如果覺得它不夠發酵 我們就加米酒麥芽糖 讓它去 蛤 對 因為它其實裡面這個染缸 它是一個活的狀態 對 我們只要加入米酒麥芽糖 一直去讓它這個 裡面有一種酵母菌 它去一個發酵 然後去活化 它其實這個染缸可以用很久很久 染色的過程中 要不斷搓揉 重複浸染上色後 再用清水洗掉多餘的染料 接著曬乾就大功告成啦 沒想到製作一塊染布 有這麼多繁瑣工序 真的很不容易 工坊內還有設計許多藍染商品 像是服裝 飾品 提袋等等 等待曬乾的過程中 不妨走走逛逛逛囉 拆封時間 沒錯 我們已經經過了 就是大概 我們剛剛有聽講 大概三四次左右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布 把它拆開來 好漂亮喔 你看 好漂亮喔 好成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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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妳的一定會驚為的人 我看到藍藍姐姐的這麼漂亮 可以可以的 不要緊張我的布 好像在幫女兒拆頭髮喔 天啊 這個拆的時間越久 就會越期待耶 會增加很緊張 我好像很緊張 OK 好 OK啦 YA 快點妳幫我自己開 妳自己開妳的作品 妳拉這邊 很漂亮耶 妳真的很漂亮耶 真的 我覺得很可愛 妳好閒話 妳可以嫁了 真的 不得不說 打開作品的那一剎那 超有成就感的啦 我覺得這美好的工藝技術 能夠透過手作DIY的體驗 讓文化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而且做完藍染後 一定要在這寧靜優美的環境下 品嘗悠哉的下午茶 感受不一樣的客裝小旅行 一件很兇礙的 一件很快要 為友達